一会儿贴一会儿盒 形势很高的 所以会导致一个气片过快的磨损 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大标说 那我是主持人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的大名话 今天呢就到了这台混动压格的底盘的部分了 那我们从这一个角度就能够更清楚的看到 两个单独的散热器完全适合它本身的散热器 是会更突出一些 那这两块散热器呢也是它整个混动系统的散热 那再往后一点呢 还是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金属横梁 这个横梁呢就是它的水箱架 包括说它的上侧 同样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金属框架 好 那再往后呢就是整个底盘部分啊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这台车的复车架呢 是一个H型的复车架 并且呢发动机和电动系统 下面呢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护板 仅仅是用来隔热呀 或者是防射的这种作用会更多一些啊 完全没有这种防冲击的能力 好 那再往后呢会看到它的发动机 和它的电动系统的部分 那昨天呢也是跟小板具说了很多了 发动机大部分的油底壳呢 都是一个铝合金的部分 并且啊几乎已经延伸到中缸附近的位置了啊 我们相对人员比较成本是比较高的 机油滤芯底座啊 同样是和它下边的油底壳是一体的 虽然说这是一辆轿车 前面呢是有一个水箱架作为一个横梁 可以起到某些意义上面的保护 但是说从整体来看的话 油底壳还是会更靠下一点 所以说防护级别几乎是没有的 其实对于这台车而言呢 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没有变速箱的 唯一跟变速箱能够扯上一点点点关系的 就是发动机到传动这块 通过单独的一个离合器片去进行贴合 作为一个直连的这样一个状态 这套IMMD在中国发布的时候 我就有过这个想法 这台车传动系统唯一不可靠的地方 就是这一个离合器片 当时这么多年过去的话呢 的确我们在网上会看到很多的声音 说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离合器片呢会发生问题 就是因为它的这一个贴合 只有在中高速的状态 并且你是一个匀速的状态 它才去贴合 只要你收油了 只要你一采油了 马上就会断 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 我在去高速开子之后 不可能一直都是120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一会儿高 一会儿低 这又意味着它的离合器片 一会儿贴 一会儿合 一会儿贴 一会儿合 其实是很高的 所以会导致离合器片过快的磨损 从整个系统这一块来说 它的离合器片是最薄弱的部分 左边这块呢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构啊 这里面呢也是藏了有两个电机 一个是发电机 一个是驱动电机啊 当然呢小伙伴也会在意嘛 说这台车呢 有没有颗粒捕捉器 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国六的车型 那从我们现在的判断来看的话呢 这台车是没有颗粒捕捉器的 也就是说它的发动机本身 就符合国六排放标准 好 那么继续向后看的话呢 会看到它相应的驱动轴 是一个等长的驱动轴 并且啊 这个防锈处理做的真的好 没有看见一点点的锈字 辐车架呢 刚才说过了也是一个H型的辐车架 有一个小细节 这台车的前侧呢 是有拖车勾的 但是它的拖车勾呢 是非常隐藏 是在辐车架下边有一个勾啊 并且呢 是在水箱架的后边 那我们紧接着呢会看到它的悬挂 是一个标准的麦佛迅式的悬挂 并且它的下摆臂和汽油版本一样 都是一个铝合金的铸造件 然后我们继续向上看 那同样会看到相应的驱动轴 然后包括相应的转向拉杆 然后防清杆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包括说我们观察到了 每一个螺丝都做了比较完整的防销处理 下摆臂顶端的球头也是可拆卸的形式 如果想更换的话 更换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啊 如果是一体的话 您就是连球头带这个绿黑金的下支臂 您就一块换啊 阳角呢是一个铸铁的阳角 刹车管线下边部分呢 并没有做那种张力管 就是一个铁丝缠绕的 那这种普通的管线 它在去踩大脚刹车时候呢 这个橡胶管的膨胀度会影响 它整个刹车的敏感度 刹车盘是通风盘的形式 那它的刹车卡前这块呢 也是浮动式的单活塞的形式 轮胎的话 23545R1894W 前面这块呢 也基本上跟小伙伴说到这了 然后我们向后展望 那从底盘的平整度来说的话 肯定是没问题啊 两边有相应的护板 然后包括说排气呢 没有额外突出的部分 包括后面的油箱呢 也是做的有相应保护啊 非常的平整 但是呢 这台车底盘喷涂 做的是非常非常差的啊 仅仅是备胎的部分 有一点点喷涂 而剩下的位置 没有任何底盘的喷涂 甚至于接缝的胶 打的都是极其的凑合 理论来说 底盘所有焊接件的接缝 都是要用这种密封胶 去进行密封的 是因为防止水呀 一些脏东西进去呀 实验场里后呢 会对里面进行相应侵蚀 打的吧 就不太规整 相当的凑合 实在是有点不应该 向后的话呢 会看到两侧呢 还是有相应的护板 它排挤隔热这块呢 大部分做的都OK 就是中央 大概有30公分的长的 这样一个面积啊 是没有做任何隔热的 其实这一块还很重要的 首先它的管线 基本上都是藏在隔热层的里面的 但是这一块 它的管线完全是暴露在外面的 并且左侧有一个橘颜色的一个管 而这个管里面呢 是它的一个高压线 所以说呢 综合以上的话呢 我们还是会把它排气的隔热部分呢 称为不完整的隔热 包括说它的管线是外路的管线 好 那我们继续向后看 就是这台车的后半部分了 那首先我们会看到这个位置啊 是一个比较大的横梁 这一块在汽油板上面 我印象中是没有的 电池就是在这一个里面 也就是我们后面的座椅部分 然后再往后呢 是它的邮箱的部分 它的邮箱呢 同样还是一个树纸邮箱 并且下面呢 还是有一个非常大面积的护板 进行相应的保护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排气呢 向右有一个转向 然后一直向后就过去了 好 那紧接着呢 那就会到了后面的悬挂部分了 它的悬挂呢 也是一个独立悬挂 也是断连杆的形式啊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复制架 复制架呢 是一个标准的全框型的复制架 它的下肢臂是带弹簧底座的 是它最重要的一个连杆 那我们看到上面呢 加强件面积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们也会把它成为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 那仅仅是它的防径杆的位置 有些缺失剩下的部分呢 基本上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双层的形式 再往上呢 是一个单片冲压钢板而制成的第二根支臂 也是从它的仰角一直到它的复制架的部分 再往上呢 是一个双层冲压钢板 通过看接而成的第三根的支臂 然后是第四根 也就是它的重两啊 俗称刀臂 也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的形式呢 形成了三横一纵的标准四连杆的后悬挂形式 它的后仰角是铝合金铸造件 这和汽油版本也同样是一样的 那后面的刹车盘呢 是持心盘 那它的轮胎依然是23545R1894W 它的螺丝也是有完整的达克罗的工艺 好 那我们再往后的话呢 会看到整车唯一有的底盘装甲 就是在后面备胎的位置 而其他位置呢 都是没有的 好 这又是基本上底盘也跟小伙伴就聊到这了 那么现在呢 就回到车前 看看这台车在底盘部分 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总结一下 这台混动雅阁在底盘部分的得分 那我们底盘呢 现在满分是55分 那在满分55分的情况下呢 这台车的得分是32分 当然我们也是回顾了一下 我们之前汽油版本 雅阁这样一个分数 那在当时满分45分情况下呢 这台车的得分是26分 无论是汽油版的雅阁也好 还是混动版本的雅阁也好呢 在底盘 材质 布局 用料 可以说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突然间发现啊 就是说过很多的本田的车型 但是一直没有聊过本田这个品牌 首先呢 本田的创始人啊 叫做本田综艺郎 对吧 也是一个传奇一样的人物 最早的时候呢 是在1937年 和加藤七郎融资 创建了叫做东海京基的这样一个公司 专门呢 造火塞环 而当时的东海京基呢 其实赢得了丰田的一个 火塞环的合同的啊 但是很可惜 对吧 那会儿的本田啊 这个工艺不佳 丰田一看 呦 你那造了什么玩意儿了 拿回去玩 对吧 人不带你玩 所以说呢 就失去了这个第一桶金 本田综艺郎啊 这哥们呢 肯定是不气馁的 到了1941年 本田呢 终于能够生产出 丰田认可的火塞环了 这个时候呢 本田才开始正式的壮大起来嘛 并且呢 当时使用了一个相当先进的自动化流程 甚至啊 可以雇佣不太熟练的工人 都可以进行相应的生产 后来呢 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打二战了 二战的时候呢 本田综艺郎也是在这里面 淘了一部分的金啊 当时可以实现军用飞机螺旋桨自动化生产的这样一个流程 到了二战之后呢 其实日本的经济是非常非常惨的 当时本田其实还没有生产汽车啊 连生产摩托车的这种能力都没有 战后啊 用了500台两充程50cc的发电机和当时的自行车弄在了一起 形成了这种汽油式的自行车 在当时也是卖的非常不错的 到了1949年才真正的制造出了第一辆带有车架和发动机的摩托车 后来呢 到了1963年8月份才开始生产第一台汽车 到现在为止 本田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啊 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内燃机的制造商 全球第八大的汽车制造商 当然呢 还是回来啊 要说说雅阁这辆车 雅阁呢 也是本田非常重要的车型 并且呢 也是时间非常悠久 到今天为止呢 雅阁这台车呢 也是经历了时代的这样一个变化 当然呢 第一代的雅阁的话呢 就是1976年才有的第一代雅阁 说是比斯玉要大的车 对吧 但是一看轴距 两米三八 对吧 放在现在 哇 两米三 这个比斯玉还小 后来呢 到了1981年 这个推出了第二代 那第二代的雅阁 对于本田来说呢 也是有了一个标志性的 是因为它是首次在北美制造的车型 第三代是1985年推出的 第四代是1989年推出的 第五代是1993年推出的 第六代是1998年推出的 那第六代呢 也是正式的进入到了国内市场 广本的第一款产品 就是代号为CG5的第六代雅阁 第七代 2002年 第八代 2007年 第九代 2012年 第十代 2017年 这时候它的轴距已经达到了2830 行吧 那明天呢 也就是跟小伙伴儿去聊 这台车的最后一期了 看看这台 混动的雅阁 那在门里面这块呢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尤其是后排的钢板啊 以前的雅阁 后排是有钢板的 那也是隔了好几年了啊 虽然说呢 都是属于同样的第十代雅阁 那它的钢板 是不是依然还存在呢 就是明天想跟小伙伴儿去聊的话题 好 今天呢 大标车就跟小伙伴儿聊到这 我就说那个不用看 免脸色 自己车 自己做出大面块 当然也是那只会说真话的大面块 那我们明天 这台车的最后一期解决部分 我们再见 拜拜